这位姐姐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啊 现在你真的是能谈条件的一方吗 别 别动手 我 我知道你们是想扳倒巫灵仙 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 也没了选择 只要你们对着你们的魔情组师发誓 扳倒巫灵仙后 放我一条生路 我可以帮你们作证 也能告诉你信物藏在哪里 这话说的话 是惊慌的人该有的 可是语气也好 神情也好 都是那么淡定 他甚至有闲暇能分析出 一旦我们完全找到证据 他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情况有些诡异啊 红颜 你觉得呢 可以 对此魔情旋令 魔情祖师御修罗在上 弟子御红颜发誓 只要白玉燕协助弟子 扳倒大长老巫灵仙 弟子愿意放白玉燕一条生路 红颜 就由我来亲自看住这个道姑 等到宗门大会上 再押出来当众揭发巫灵仙 路中就是人自己选的 既已渐行渐远 相熟之人 有时还不及陌路之人 谢宴 心慈 我有些眷了 你们退下吧 弟子告退 玉姐姐明明和大长老是死对的 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了除掉大长老的机会 看起来却并不开心 是因为宗门内斗经常是宗门衰落的起点吗 很好 这样的话 人正物正齐全了 是啊 只要一切顺利 宗主就能重新确立权威了 只不过娘子 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玉 就真的能证明大长老与其乐观之间的勾结关系吗 夫君最近表现这么亮眼 功力进步神速 我都差点忘了你是初入江湖 也好 那我就给你详细讲讲这个移名玉吧 此玉有一个特性 在珍汽日夜温养下 能够吸取滋养其中的一丝 维持百年而不散 将其制作成玉器 持有者可以遇到危机之时 催动其中蕴藏的真气 抵挡伤害 听上去是不是很厉害 但此玉有诸多不变之处 首先 她只能用以抵挡后天晋的伤害 先天晋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这东西对于先天高手而言几乎没用 但偏偏 又只有先天晋的真气 才能够被其吸取 而且此玉吸收的速度极慢 往往需要历经数年 才能够达到抵挡伤害的效果 制作时间太长不提 效果也不好 根本没人愿意费功夫去做这个 在整个魔情宗 据我所知 只有师父劳心制作了一块 然后送给了我 玉器的制作极为耗石 其中蕴藏的制作者本人的真气特性 也绝不可能作假 若是真的有一块大长老制作的玉器 被发现在极乐观的手里 绝对能证明双方关系非同一般 原来如此 对了娘子 那个白玉燕在被审问的过程中是咋回事啊 招供前还会惊慌失措一下 怎么开始招供以后就面无表情 跟个冷冰冰的人偶一样啊 这是极乐观核心弟子的独门奠基功法 摩罗道心 须将自己心中最深的执念化为道 同时将其他所有的七情六欲接触 唯独存留一颗侍奉道的道心 万事万物 只要不足以汉道 那么他们便可以完全没有感情 以绝对理性看待一切 而若是道被动摇 那么他们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拼死捍卫 那个白玉燕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庄的 内心其实很冷静地在分析着利弊得失 你的拷问能够成功 想来是因为触及到了她的道心吧 呃 是不是说那个白玉燕执着于美貌 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才选择了屈服 实际上她对我并不会产生任何情绪 你倒是理解得挺快啊 正是如此 白玉燕的道 应该就是燕压群方的高傲 你用变丑要挟 正好戳中了她的要害 一开始她不愿意暴露极乐观的身份 自然要装出情绪鲜明 等到她承认身份 继续伪装就没有意义了 竟然有这种武功 等等 该不会 血燕 你口气不小吗 我一人就算了 你还想叫上大长老与二长老两人 来一场四人优惠 今夜 我就是来一条三的 有自信是好事 但 三长老你上手干嘛 连我一个人都顶不住 你还想一条三 顶 顶 顶得住 怎么会顶不住呢 宗主 摩钦宗本宗全部弟子 以及分舵实义全部到齐 嗯 那么在开始之前 我有一件喜讯想要让各位知道 我清传弟子 你们的大师姐秦新慈 已达到后天九重最后一境 如无意外 不久后便可突破后天 直达先天 新慈啊 按照宗门规矩 到时候你就是五长老了 所以不得松懈 早日突破 长老之位不过虚明 心慈只要有师父教导 便得偿所愿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接下来便按照顺序 由大长老先说说 最近有何事要向大家通知 我这边没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弟子施燕儿 自那日在擂台上 与谢燕对战后 便一绝不振 谢燕 你准备如何赔偿 我家的燕儿 擂台上拳脚无眼 又是你与我赌约在先 大长老 你不觉得自己 有些无理取闹吗 这件事 就算你有几分离 但谢燕自从入宗以来 都干了些什么 夜护法 报给宗主听听 祠堂一事 最终结果如何了 谢燕擅闯祠堂 毁坏祖师雕像 为了修补祖师雕像 花了近三千两银子 不过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是 宗内有数个弟子 在突破时遭遇劫难 不是伤餐就是痴呆 这都和谢燕破坏祖师雕像 千栋山门风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们突破时时运不及 也发生意外 与我何感 武学世界的风水 这么厉害的吗 这分明是修真世界吧 谢燕 都是因为你 还我们一个公道 谢燕 你还仗着内侍身份 欺负我们 太过分了 大长老让夜护法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 都住口 此事暂且一并记下 等到最终宣判之时 在座定夺 二长老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的 大致与大长老 和夜护法相同 便不再赘述了 不过我先在此表态 我觉得宗主最近 确实有些偏袒谢燕 那么我要说的事情 同样与谢燕有关 只不过 我这边并非指责 而是要好好赞扬她几句 再说之前 先让大家见识一下 我最近成立的女团 仙女四十八 如各位所见 我新成立的这个仙女四十八 短短时间 已经碾压了竞争对手 云与会馆 完全占领了 江陵地区市场 谢燕功不可没 从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谢燕功大于过呀 那么最后 四长老 你有什么想说的 不会又与谢燕有关吗 我要说的是 虽然主角并非谢燕 但是她也在其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事 得从我于寒潭之中练功 遭遇血一楼暗杀 开始说起 当时我内心紊乱 眼看就要命丧于 血一楼之首 是谢燕及时出现 救下了我 若不是有她相助 我今日就无法站在这里 与各位说话了 而后 我再追究起 师庆的原委时 发现一件蹊跷之事 能知道我的练功之地的 唯有本门之中的 宗主与大长老二人 换言之 此事只有可能 是你们二人所指使 经过我的一番试探 最后 暴露了马脚的人 是大长老乌灵仙女 什么暴露马脚 你这是在血口喷人 我会这么说 自然是有足够的证据 把她带上来 此人乃极乐观长老 白溯源之侍女 白玉燕 与你在前几天夜里 暗中接头 被我偷袭押回来拷问 从一开始 你的打算就是借用 极乐观之手 将我杀死 挑拨宗主与三长老的关系 为你争取到 三长老的支持 一派无言 输了这么多 都是一面之词 毫无证据 谁说没有证据 这一鸣欲知的玉牌 就是你与极乐观联手 为表诚意交出的信物 这些证据 都是谢燕和宗主 助我所得的 如果不是他们 以我之力 还真的无法把这些拿到手 你若想狡辩 我就让你先看看 大长老 你还有什么解释吗 这玉牌你不是 十一二都没舍得给吗 为什么在他们手里 林仙 这是怎么回事 这 我也不知道啊 他怎么会有那东西的 喂喂 看大长老和二长老的反应 好像真的有鬼啊 难道说大长老 真的勾结极乐观 胡说什么呢 我问师父可是纵门的大长老 执掌奋斗 与极乐观素有矛盾 这不可能与他们勾结 但是人正无证都在 连他自己都无力反驳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啊 巫灵仙 你还有何话可说 你全莫名其妙 这 这根本不可能 到此为止吧 叶护法 大长老 事到如今 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顾翠 我与灵仙早已情投意合 定下终身了 那御牌分明是灵仙 送给我的定型信物 普天之下 仅此一箭 绝对不会是交给 极乐观未表诚意 没有感情的道具 我去 我开心的东西 后新的您担心